好 通告是国际间大家都很关注的消息 这是在英国 这英国王子哈利 他的阿公菲利普亲王逝世 而现在大家都在看他到底有没有回来 而果然他单独回来奔丧 消息人士透露说99岁去世的亲王 三月从医院回到家之后 还展现了坚强的精神 自己穿衣服一度还拒绝使用轮椅 为了参加祖父福利普亲王 4月17号的葬礼 移居美国一年的哈利王子 已经独自由洛杉矶繁迪英国 他在伦敦西斯洛机场下机 由法案人员护送上车离开 随即回家展开自我隔离 届时在葬礼上 他将与哥哥威廉王子 并肩步行护送祖父灵鹫 到举行葬礼的教堂 但由于他不再旅行王室职务后 军衔被收回 因此不会穿军服 这场丧利将是修补哈利 与王室关系的绝佳机会 菲利普亲王2月中 因为身体不适入院治疗 并动了心脏手术 3月中出院后 人生最后的时光都在温莎堡度过 消息人士透露 直到最后他都展现了坚强的精神 坚持自己穿衣 出门散步晒太阳 一度拒绝使用轮椅 他每天有很长的时间 卧床休息 去世时女王在他的床边 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悲痛的说 尽管母亲个性坚强 父亲的离世 还是为他的生活留下巨大空洞 整个王室都陷入失落 逝去之爱的家人 有待时间浮贫 凭伤痛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